各位今天是我從紐約回家的第二天 也剛好是星期五 然後我剛才再看那個紐約的片段 我接下來要剪紐約的Vlog 你們看紐約的片段會覺得我的臉大概這麼大 為什麼啦 因為他這個 我這台相機他錄影的檢舉真的很窄 所以我之後會調適一下 這個紐約Vlog給大家將就一下 我的Vlog裡面的臉大概這麼大 反正呢 我現在要去朋友家接Luna 希望Luna還認得我 我們現在就出門吧 這樣這個角度我都很可以 他的臉還是很大 大家將就一下這個紐約的Vlog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找Luna吧 我先找囉 Luna 是誰 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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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你們要想我 欸 這什麼態度 你們要想我 3點 那3點以前 一直待在家裡蠻烏的 你們毛又變膨了 真的 很可愛喔 你自己演3點 你在下面 他肉泡在這裡喔 是嗎 對阿 對阿 她喜歡鑽那個衣服 或是衣服 Luna出來 好可怕喔 再過一個禮拜就不認我 頭痛 她好兇欸 她很兇 欸 你怎麼打我 欸 看 手伸過去了 Luna會 打我跟咬我 可是不知道她怎麼了 怪怪 你今天手伸過去 她頭會拿來撐我 然後現在 那邊打我跟抓我 等她休息一下 晚一點再帶她回去 感覺有點像女朋友的身體 感覺 好可怕 應該是看不清楚 看到一個小頭在那裡動 Luna 嗯 嗯 你是在生我氣 Luna 我養她養4個月了 最後我在刷牙的時候被她拔過幾次而已 我終於把Luna 抓到她的那個外出籠裡面 我一直要抓她 她一直這樣 幹 超痛的 她以前都不會這樣 我們回家見 在經歷了我們千辛萬苦之後 現在是把Luna放出來的時間了 究竟她看到新家會有什麼反應呢 Luna 想新家嗎 沒有 想舊家嗎 好啦 唉唷 Luna回來了 好感動 我剛才在 我朋友家 我手一伸過去她就打我 怎麼了 是我 Luna 還是這個水好喝對吧 嗯 對 怎麼樣 一模一樣啦Luna 都沒有什麼變喔 好乖好乖 那你為什麼剛才一直要打我 Luna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好 是不是壓力太大啊 我 不太曉得 因為她第一次住別人家 她剛才真的很兇 我在別人家的時候 我手一伸過去 她就這樣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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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有 你不是有些人家 我不會 我不會 你不會 你不會 我不會 他已經喝了五分鐘的水 不知道為什麼 搞不好的還是流動飲水氣比較好 他至少不會像剛才那樣一直把我 看那個真的超兇 為什麼你要這麼兇 在我們做這個一萬訂閱Q&A之前 我得先來煮飯 我還沒吃早餐 下次下午兩點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烹飪功夫 喵喵喵 好 來 乖 真實的 慢慢吃啊 來 先來拍我們這個久違的一萬訂閱Q&A 我現在YT已經一萬六千兩百了 好我們就開始吧 因為問題其實蠻多的啦 所以我就選一些 我們還有十萬訂閱可以做Q&A 我之後Instagram也會開什麼Q&A 就是你們可以問我問題 然後我的IG在這裡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某某某某某某某問說 在出國前就能用英文溝通了嗎 還有如何學習英文的 我出國前的英文其實算還可以的 反正呢我那時候會考是拿A加 我是覺得來美國你學會了獎之後嘛 你讀跟寫也會慢慢變厲害 在美國我自己學是透過獎帶動的 我就是多看多聽多講 就是不管是你看YouTube啊那些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 我覺得啊 有一點啊就是看影片 我是覺得啊 我很不喜歡看字幕 不管是台灣啊或亞洲的人很喜歡看字幕 所以我看美國電影啊或美國影片是不看字幕的 這不看字幕也可以就是增加你的聽力 也是一個蠻快的學習方式 下一題 想知道去美國後籃球觀念最大的衝擊 美國講球的大家都知道嗎 就是更多肢體碰撞跟 比較講求一些個人的技術 在美國練球可能每次都會花 一個小時在跑 這種戰術吧 就是我們戰術其實有很多套啦 至少有十幾套吧 我們練球也會練個人動作 甚至教練會 我們練球世界的體能真的會練比較少 什麼防守跟進攻的觀念是教很多啦 在台灣教練我知道也會教啦 只是就是不會花那麼多時間 每次練球在教 For sure 問說拍去能撿便宜的地方買球鞋 可以 在美國最愛去買球鞋的地方 Ross 應該很多來過美國人都知道 Ross 在900多台幣 Ross那裡的東西呢 都是全新的 也有一些些舊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全新的 所以我這是買30塊 我朋友有買一雙 LaBron 12 他是買50塊吧 就是1500台幣 也是買全新的 我還會在Finish來買些啦 這是Boost加Stan Smith 那時候我還買 也是不到1000塊吧 嗯 我是覺得美國球鞋比台灣便宜很多啦 可是在台灣我也都是在Facebook上面買 店家真的賣太貴了 當肯問說可以拍去看NBA的影片嗎 進NBA球場 基本上是不能帶像我這種相機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拍都是用手機拍 我不是有錢人嗎 我手機是16GB的 然後已經滿了 所以呢 我之後 我之後想說我再去搞一台手機 然後這樣就可以專門用拍影片了 可是呢 有這個計畫 我之前還有寫新聞過 確認過後知道不行 就想說算了 LiveLikePoro問說 美國大學的科系選項 以及未來計畫 好 各位不認識我的話 先跟大家講 我在Arizona State上了大學 我的major就是主修是 行銷 在英文叫做Marketing 行銷算是一個很廣的範圍 就是你不管什麼工作都會接觸到行銷這部分 其實我可以看到行銷是崛起 尤其是網路行銷 我覺得在網路上做什麼電子化行銷還不錯 畢竟大家都知道現在是網路的時代 你最常回噴國外球員的垃圾化 其實我跟你們講 我之前講說我們國外會講垃圾化 其實不是那種你們想的那種整場一直講 整場一直講 最多講的時候就是發球的時候 因為發球的時候大家是 發球的時候是交叉站在一起的 有時候那個人在發球 然後大家就會講話 比賽會噴啦 可是你比賽中間在穿插防守進攻 你不可能一直講話 因為你還要跟隊友講話 所以其實也不會想說你們噴到那麼兇 所以噴最兇的 我跟你們講 我遇到啦 是球名 很多不管是家長或學生 在場面看球的噴更兇 會朝你的什麼種族啊 身高長下 這種東西其實都是我第一年隊友教啦 他們教我很多東西 這種東西我覺得你要噴回去的話 不要噴到別人家的人其實都還可以 像我 我看我隊友最常被噴的是長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也會回噴回去說什麼 You're ugly啦之類的 反正就是 有點像屁孩就嗆一下之類的 要不然就是說什麼 You're trash 也就是不會到噴 到你們想像中的那麼兇 我覺得噴到家人有點太超過啦 賴欣宏問說 能拍一下你打球的影片嗎 可以啊 我之後回台灣也會打比賽 所以應該也會拍影片 大家之後可以看一下 滿好奇 一開始去美國的英文能力 跟現在的英文能力差距 我剛有講過嘛 我會考是拿A加 我覺得英文能力差距差最多的地方就是 口說吧 就是你口說會變得比較敢講 就是感覺你的英文變成 第二個中文 可是我 我英文那時候最好的時候應該是高中吧 因為我 我高中的時候朋友全部都是美國人 我那時候高中沒有跟會講中文的當朋友 所以那時候 英文還蠻好 現在就還好 我剛有講過 音樂也可以講 慢慢 你讀東西也會變快 聽其實算是 我覺得最簡單的 口說的話 是我覺得我進步最多的地方 畢業後打算繼續留在美國 還是回來台灣發展 我還在看耶 搞不好兩個都不是 去一個很屌的國家 像是娃娃 我還沒去過 我想很想去南美洲跟非洲玩 我這輩子還沒去過南美洲非洲 跟歐洲 搞不好我會去其中一個地方玩 然後就定局在那裡 他打到問說 想問有外國女生向你搭上嗎 你如何回應 好 各位 跟你講 在美國高中 最有名的體育 第一是美式足球 第二就是籃球了 大部分的學校是這樣 其他有些學校我是不知道 其實在美國打球 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你game day會穿西裝 要不然就是穿那個suit 外國女生會跟你搭訕 你們來美國搭訕的女生 要先下載一個app 叫snapchat 我snapchat裡面只有女生了 然後又幾個以前兄弟會的男生 其實這個snap 就有點像聊天的工具 你們也知道美國人是不用facebook 他們會用instagram 我也會加他們instagram 可是他們聊天這種 就是 比較常用snapchat 你們不知道snapchat的話就是長這樣 然後有很多filter 你往左滑開就可以跟別人聊天 然後他聊天主要是 就是你傳照片 然後打字之類的聊天 國外的女生會比較開放 跟台灣的不太一樣 跟台灣的大部分來講不太一樣 也不能說完全是你們電影看到的那種開放 反正就是差不多的概念 因為電影有點誇大啦 但是 就是真的會比亞洲很多國家的女生開放 就是這種東西其實是從打招呼就看得出來 因為 我沒過打招呼 會跟別人抱抱嗎這樣 尤其是跟女生的時候也會抱抱 要不然就是我們拍照的時候也會摟腰那些 在台灣就不太會常看到這樣 就是你跟你女生朋友見到的時候抱一下 比較常就是hi 這樣 陳宣宇問說 去美國前功課英文能力怎麼樣 欸我去美國前 我是在中正國中念書啊 中正國中 你們知道的話是 中正國中是全台北市前三的那種升學國中 我那時候平均應該倒數第二吧 全班倒數第二 我在台灣考英文也考得很差耶 我每次都考什麼七十幾八十幾 奇怪 台灣的英文有點太實了 我自己怎麼覺得啊 有時候你寫句子嘛 老師就規定你句子一定要這樣寫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方式寫 就算意思也是一樣 就是內容不是會有什麼翻譯 在考卷上我還記得 我國文也看不懂啊 那文言文我也不知道學了那個幹嘛 數學 數學我已經忘記在學什麼了 國中不是有地理的意識公明 那些我現在也不記得在學什麼 反正呢 就這樣 切元次也問說 美國推薦去哪裡比較便宜又好玩 我就覺得如果你要找便宜的地方 不要來美國 可是我昨天才剛從紐約回來 我覺得紐約算一個還不錯的地方耶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便宜還是去東南亞吧 美國真的很 很貴啊 還要睡 還要服務費 最喜歡的台籃球員是誰 UBA是曾柏玉 然後 SBL我沒在看 然後ABL是張宗憲 張宗憲我從很久以前就有看他 所以 我也看過他從最高頂點現在到最頂頂點 然後現在又更回來了 我蠻喜歡的一位台灣職業籃球選手 過人節問說怎麼搭訕外國妹子 我剛講你們要那個Snapchat嗎 Instagram是可以的 主要大家都是用Snap 可是你用IG其實也還是可以 搭訕這種東西不會跟在台灣也有點差啊 很多 就是一樣你要先開個話題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外國跟台灣搭訕的這種東西一樣 就是 你要找到一個可以跟他一直聊的點 然後不會讓大家覺得尷尬 很多人都從什麼音樂電影 甚至 貓咪 開始聊 我剛才講的外國人比較開放 女生不喜歡你就正常來說直接拒絕 要不然就是跑掉了 我是覺得不會跟台灣差很多 反正就是 正常的搭上把妹 下一題是 有女朋友嗎 現在是沒有 我現在拍攝影片的日期是1月3號 去年的12月25日就是聖誕節 也就是我生日的前一天 我被我前一個女朋友甩了 然後呢 對 反正 我被甩了以後他就跟 我被甩了以後他就跟一個大陸人在一起 然後 中間 中間 中間兩個禮拜而已 所以我現在沒有女朋友 然後我喜歡的類型是 有點像鄧子奇那種 你知道嗎 就是 那種 像有點成熟的女生 但是 又很可愛 我覺得啊 我看女生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很多人會說什麼 單眼瓶雙眼瓶 我真是 不知道是那 有什麼差 反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笑起來又好可愛 又好看 要貼心啦對不對 安安很喜歡你的影片 在你眼中覺得歷史上 NBA完美陣容是哪五位 我不知道這是要分位置還是不分位置 可是我們先講 Michael Jordan Kobe Bryant 現在 我會選 我有一個很喜歡的球員 Tim Duncan 再來是 Shark O'Neill 最後一個位置 我給LaBron吧 他是真的蠻猛的 看他現在幾歲了 還可以打成這樣 超強 雖然他發表中國香港那個言論 是 我覺得不適當啊 畢竟他是世界前景最有影響力的運動員 所以呢我覺得他 對 他對中國香港的這個發言 可以再想一下 陳彥琦說 希望可以看到美國高中籃球比賽 好 我之後去拍 有喜歡的NBA球員或支持的NBA球隊嗎 我在西雅圖年高中嘛 所以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Seattle Sonics已經解散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跟隊友都會去別人家一起看那個托皇者比賽 因為托皇者也算是在 Northwest嘛 就是 就是美國的西北方 所以在同一個算區域 我們都會看托皇者比賽 可是現在我搬到了鳳凰城 我要支持一下 我們的太陽 太陽隊 我本來以為太陽隊今年 一定會競技有賽 結果現在直接崩盤了 太慘了 我本來還想說 唉 有機會可以去太陽隊看那個季後賽 然後順便拍個Vlog 結果現在有點崩掉了 可是秋季還沒接觸 所以 太陽加油 Jack台灣從美國買東西直接運回台灣 請問要多久時間到貨 運費是多少錢 有分大小嗎 有沒有關稅問題 這個我是不知道 因為我不太會從美國買東西 再寄回去 我正常都是暑假的時候帶回去而已 可是呢 我記得是 有分重量大小 這個網路上應該會有解答 Ju安可問說 球隊隊友間的種族其實是嚴重嗎 對手間的人 其實隊友間的種族其實不會很嚴重 不管是我們教練 要不然就是隊友 都會在場上講熱實話 所以這種文化差距習慣就好 對手會啦 可是不會到像說什麼球迷啊 家長 對你講的那麼嚴重 這種東西其實我也很難解釋 你可能要 我覺得你要自己到場上打過才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現在講也很抽象嗎 你們大概也不了解 因為台灣其實你看主要都是台灣人 楊奶問說 JHBO HBO UBA SBO 你覺得哪個最好看 我以前是看HBO 現在我是看UBA 因為我很多朋友現在都在UBA打 所以就看UBA 我覺得HBO最猛的一年還是2015啦 2015那時候你把球員名單全部都彈出來看 這個超明星陣容 我2015要感謝孫永成爸爸 也就是前男生的那個球員 他把我帶到這個小巨蛋的VIP席 讓我看總款新賽 那年是送上打泰山啊 你們也知道 最經典的一場 許家提出可以具體說說 Kevin Porter Jr有多強嗎 就是很強啊 就有點像那種 我那時候國一國二嘛 我都會去新生高家鄉打球 然後 你知道 你這樣去打球了 你總不可能抱那種 你總不可能抱框 抱對 抱那種看起來比較爛的 你一定是去抱最強的嘛 我的思想是這樣 一定是去打最強 反正 就有點像那時候國中去橋下打球 有在關注台灣籃球的都知道HOMES這個隊嘛 反正就是 他們都會在那裡打球 然後我們每次都會去跟他們抱對 他那時候也會跟我們聊天啊 那些那個大哥大叔 也都會跟我們一起聊天 反正就看他們打球也打很久 然後我們也都會跟他們一起打 就有點像 那時候概念 就說 幹這個人怎麼那麼強啊 那時候打Kevin Porter Jr就是 他那麼高 然後結果運球超順 然後又可以做那麼多動作 就覺得真的很猛 就感覺他整個高場上的人 多很多個層次 現在黑人哥他們正把職業的層面經營好 如果各位的話 會想在台灣設立一個類似籃球專科學校 裡面也可以包含跟籃球相關的行業 要進一步讓台灣籃球充滿更多商機 慢慢把籃球文化鞏固起來 我是有看到ABL越做越好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籃球專科學校還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 畢竟 這個 跟錢有關嘛 所以 對 你們知道 你成立這種學校的話 你成立這種學校的話 也一定要打比賽嗎 你打比賽 也是 如果要打一定 也是跟家族或賈伊打 也不可能去打那種刺激的 陳毅生問說家人有跟你一起在美國嗎 沒有 Fan巫問說會不會跟GINO拍合作影片 上個禮拜有一個人在我下面留言說 他們他在GINO的影片裡面打球 然後我去看那個GINO的東西 呃 我是覺得阿 他是 他那種拍的是比較像娛樂的還是怎麼講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以前打什麼的 我是有 我有看阿 可是 我覺得跟我的風格好像不太適合 所以 Aaron問說 為什麼當初會新奇想要討論台灣美國的籃球差異呢 因為好玩 就這樣 我以前是開始做Youtube阿 就是想要記錄一下我自己的生活 跟人生 剛剛好突破一個點 然後就整個起來了 我也很謝謝大家 要是沒有大家我也不可能做得起來吧 所以說到最後都是要謝謝你們 瑞銀花時間看我的影片 2PH問說 UBA加組八強 在美國強度大概到哪裡 NCAA一期前 中 後 還是只有二級 這個問題 我覺得 第二段整個可以去掉 我們先講 你看 現在在APO打球的林素衛嘛 還那時候在NCAA三級打 結果你看現在他在台灣職業隊 打成有水準的這種身手 所以 你看 NCAA三級的球員 到台灣 可以跟國家隊一起練球 打職業隊 那時候在NCAA一級的陳寅俊嘛 他那時候是坐在板凳最替補 去CBA選秀中原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比 完全是 差 差很多 我覺得台灣如果要比的話 至少要先跟 日本那些比吧 我覺得跟美國比其實還差很遠 NAA我是不太曉得啦 NCAA差不多是這樣 在旅美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比賽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比賽 是 我們那時候剩五十幾秒吧 然後 我們輸兩分 那時候更一所也有進到季紅賽的球隊打 反正呢 那時候他們進攻 然後我守著那個人 就是 不是會空手切嗎 然後結果他們要切 他在籃下麥斧很久 那時候看他幹 站了有點久 我就 然後我就 一直叫裁判說 LATS 3 LATS 3 然後我一直跳起來跟他講 然後裁判看到我 然後才催他三秒 然後這個我要換我們新工嗎 然後我記得是 我拿到球 我傳給我隊友了 然後他得分 所以就變平手了嘛 反正他們攻過來嘛 然後接下來 我忘記是怎麼犯規的 怎麼就罰球 一樣罰都中嘛 然後 我發球了 然後 我隊友再傳給我隊友 然後他 在我們的那個空洞 投進三分球 剛好零秒這樣 那真的超帥的 我們全部人衝過去撞他 然後把他鋪倒在地上 也是一個就是比賽的經驗 蠻好玩的 想請問你有進場看過SBO嗎 想聽聽看你對現在SBO的發展 有什麼看法跟建議 我沒有看過珍貴賽 可是呢 我覺得SBO現在要發展的話 你要先看起ABL 你先看起ABL 然後再來講說你要怎麼發展 因為我有看過SBO今年的宣傳影片 我不知道是他們找哪裡來的人剪的 不管是剪接或拍攝都是 滿 很一般啦 也 就是不會吸引人 SBO我只看Session打球而已 大家有看得出來嗎 就是 你球場這麼大 然後觀眾那麼少 這就跟ABL其實有個反差 我覺得要跟ABL看說別人是怎麼做起來的 然後你再自己想 就是要有一個賣點喔 LemonCC問說 當初會想養露娜的原因是什麼 露娜在睡覺 反正呢 那時候其實 我在收容所 有看到幾隻很可愛的幾個月的那種小幽毛 就是那種 每個人一走進來 就說 這個好可愛喔 我想要這隻 我想要這隻 每個人 看到那種小毛 都是這種感覺 我那時候應該看到我會是這樣 再抉擇說 這個 因為這是白灰的 這種幾個月大的小幽毛 跟幾隻 就是比較成毛 一歲多兩歲的毛 再來選擇 然後 最後 我就選了 因為他真的很親人 除了他今天早上一直打我之外 他今天早上真的 好兇喔 把他放回家之後 我手一伸的過去 他就會來蹭我 可是我今天早上 在別人家的時候 我手一伸過去喔 他就拿他的那個爪子這樣 伸出來然後這樣 一直 一直打我 反正他現在睡得好好了 那就好 馬健豪所在的TSF 是一隻曝光率非常高的球隊 在第一年就遇到這麼多 體能勁爆的怪物 從中學習到什麼 還有我一直很好奇 馬健豪拿到D1offer了沒 這個 他學習到什麼 你不要問我 你去問他 我覺得他一定拿得到D1 我有看他 我有看他打球的影片 整體都有提高一個層次 應該沒問題拿得到 我也聽說他有在 跟D1的學校談 很多球員 就是有這個實力 他們只是缺一個舞台 提一提問說 有沒有遇過高中明星球員 有的話 請問打起來的氣氛怎麼樣 你有打過球的就知道 就算你對面 室內有很強的很明星的球員 不會到跟 跟普通球員差很多 因為正常 你打起來 你就是 假如你跟他對的話 你就是一定要守住他 反正就是 氣氛是差不多 微聽菜 問說 除了打籃球之外 最喜歡幹嘛 打囉 撸貓 拍影片 Jasper 問說 當初想要當YouTuber的原因 美國課業壓力其實比台灣少很多 然後 我工作寫完了 回家以後 就是沒有在籃球賽季 你 你兩點就 你兩點就回家了嗎 可能12點才睡覺 你中間有10個小時在幹嘛 我那時候就在看YouTube 我真的看了很多 我大概看了比 大部分人多很多 真的很多人看過的 我都看過了 可是我看YouTube 主要是看國外的 我 台灣的YouTube 有很多太綜藝性質了 綜藝性質的YouTube東西 像什麼 像我朋友現在都會看什麼 狼人商 那個有的美的YouTube東西 我真的看不太懂 下午4、5點 Logan、Paul都會傳他的新Vlog 他那時候還是一個 他那時候剛起步的時候是 他YouTube的點風 現在有點 變商業化了 可是他那時候的Vlog 我真的每一集都發了 因為網路最厲害的是什麼 你可以透過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鏡頭 不管是發表你的音証 也有一種影響別人的力量 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網路是最方便 也是最好的東西 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給你們看我的生活 甚至是我的一些想法 Skrbomb問說有跟金髮沒做壞事嗎 有 Jack以前打球的時候 跟轉MBA球員差多少 加入轉MBA球員在這裡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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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看不到了 我不知道看我影片的 你們有沒有跟那種 UBA、SBA的球員打過 我那時候是覺得會有一點點差距 但是不會差到那麼多 我那時候跟那種 先不要說轉MBA啊 先說 不管是我高中的隊友 就是那些什麼 全區域 第一隊的 或第二隊的 那種 都會覺得 為什麼他們那麼強 轉MBA球員是 那種 就是我們可能那週第一隊的 然後我們那週第一隊的看 那種轉MBA球員說 幹 為什麼我跟他們差那麼多 他們怎麼強 這種東西很難 很難講 你知道嗎?因為很抽象 要自己有機會打過才知道 KUDU問說 想知道LUNA有多香 LUNA有一個甜甜的味道耶 LUNA 可是我下禮拜要帶他去洗澡 順便去修一下他的腳毛 KURBEN問說 我本身就比較欠缺組織能力 在台灣本來打3號 在美國只能打1號 有什麼建議 我不知道 你是打休閒的還是打比賽的 如果是打比賽的話 如果是打那種什麼高中比賽 大學比賽的話 我是覺得 就是多學吧 多看影片 教練應該也會教吧 可是如果是打好玩的話 我就覺得 就是打好玩就好了 你在美國這種open gym打球 也不需要組織這種東西 所以 我覺得除非LUNA打到比賽的話 我覺得可以看YouTube影片學了 蘋果相較問說 為什麼不回來台灣打UBA 這台灣打球花太多時間了 我之前 我之前有講過在台灣打球 我真的花太多時間了 你要取捨 你花這個時間打 不管是HBL或UBA 有人會覺得值得 我自己是覺得 我人生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而且現在是最黃金的這種學生生涯 所以我就想說 好好把握一下 當一下學生 我是有想過回台灣打球 可是 最後還是想說算了 因為都來美國了 就繼續在美國吧 林四祥問說 在美國生活中台灣和大陸學生的問題 美國人搞不清楚 身份認同和兩岸雙方留學生之間的相互交流 我這個人是沒有什麼大陸留學生的朋友了 因為呢 我就是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我不會 我不會和我不想交流的人交流 像我 我室友就是有很多大陸朋友 我是沒有 因為我不太喜歡 很大陸人 講話 有的沒的 可是 不會到說 像什麼 一直吵架之類的 這種 台灣和大陸留學生的問題 我會覺得煩啦 像舉例 在大學很可以看得到 很多那種 大陸人 然後就會 一直問說 這個人要怎麼做 他說什麼 教授說什麼 然後說什麼可以教我之類的 就會一直問一直問 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 我就想說很煩 所以我有時候 我 假裝 我會假裝 我會假裝 跟那些大陸人 講英文 然後我聽不懂中文 然後他們就不會理我了 也不是全部都這樣 可是 我們這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在這個學校 遇到蠻多了 很多大陸留學生 會一直問你問題 他會說什麼 教授問什麼 有的沒的 一開始覺得還好 但是到了有時候學期中 就覺得 幹怎麼那麼煩啊 至於美國人 搞不清楚 身份之類的 話題 我都會糾正啊 很多人看到你亞洲了嘛 他們就說 欸 所以你們是從中國嗎 從台灣 然後他們說 喔 然後有時候氣氛就會很尷尬 中和彭于彥問說 在體育這方面 堅持了幾年 但是打不出成績 該繼續堅持下去嗎 我覺得 于彥你要問你自己 你不應該問我 你要 我剛才有講過取捨 就是你要想說 我繼續走體育這條路 我自己會不會覺得好 或是不好 這種東西要看你自己 不能問我 我是誰問說 在台灣打四五號 我也去到美國 大概只能打到二三號 有學校什麼克服的 欸我那時候 在國中也是打四號 可是我那時候 國中教練是 不會打籃球 也不會教球 所以呢 我 自己來美國 也是打到二號 我在台灣那時候 投籃就很好了 所以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就是 你有一些其他技能需要提升 像我那時候就有練運球啊 或切入 這個每個人都不一樣 要看你專長是什麼 然後再做補強 就先這樣啦 我們今天的這個 一萬訂閱Q&A 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很謝謝大家在 2019的最後一個月 從短短的183 進擊到一萬六千二的訂閱數 沒有問題嘛 我是做不到啦 所以 我真的要謝謝大家 今天是 2020的1月3號 之後我講的 我星期三要去舊金山一趟 也會拍旅遊Vlog 我會盡量把我紐約 拍不好的東西 在舊金山再進步 因為我 我早上有講過嗎 我在紐約拍Vlog 鏡頭拿太近了 因為這個鏡頭特別窄 謝謝大家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出發的 市場 如果我在近 也會走 我們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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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